寵物也被當成 垃圾被看待 然後 被回收這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雞腿 歡迎回到我的日本留學生活 沒錯 好久沒有這樣做跟大家講話了 今天呢 我想來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呢 有來過日本的你們啊 你們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就是 你們來日本玩的時候有發現 日本的路上 沒有流浪狗這件事嗎 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你們來日本玩的時候 可能在路上 你不會看到 走來走去的流浪狗 或者走來走去的流浪貓 很少 幾乎是看不到 那我在日本留學 這四個多月以來啊 我基本上沒有看過流浪狗 那流浪貓我有看過 就是大家看過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我家附近有一些流浪貓 但是我家附近完全沒有流浪狗 那我去過很多日本很多地方 那基本上我真的沒看過流浪狗 之前我拍過的那個 流浪狗咖啡廳 他們那個其實也算中途家啦 所以呢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日本人的路上沒有流浪狗 所以我就上網查 然後就發現了一些 很殘忍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 令我非常驚訝的事 就是在日本有一個東西叫做 寵物回收車 你沒有聽錯的就是 回收寵物的車 你敢信嗎 就是大家應該知道資源回收嘛 那寵物也被當成 類似垃圾的東西 被看待然後 被回收這樣 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件事呢 其實在前幾年就有在流傳 這個寵物回收車呢 它會去特定的點 然後會回收就是 你說壞心組人家棄養的 狗狗和貓咪 就是可能 狗狗貓咪老了 不想養了 長大不好看了 搬家 沒有辦法繼續養 可能養了好幾年了 就把他們送上這個寵物回收車 然後把他們送到 類似收容所的地方 那每年下來呢 其實有快40萬隻的貓咪狗狗 被送進這個收容所 他們大多數呢 在兩天內 就會遭到 毒殺 把他們放進毒氣室 然後大約10到20分鐘呢 就會吸收過量的二氧化碳而致死 然後他們其實是 這過程中非常的痛苦 他們會掙扎 然後就是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被送進這個地方 然後被處 很難過 基本上 這根本沒有什麼安樂可言 那除了寵物回收車 這個殘忍的制度以外 日本流傳狗在日本 其實是非常的弱勢 而且在日本呢 日本人非常注重 狗的品種和血統 在日本 他們幾乎不太會去收容所 領養這些狗狗 就是所謂的二手狗 所以呢 這些流傳狗 他們最後的命運就是 收容所 那在日本呢 其實每年約有 17萬隻的狗狗和貓咪 遭到安樂死 這其實是個 蠻可怕的數字 17萬隻的狗狗貓咪 真的很可憐 而且呢 只要被收進收容所的狗狗貓咪 幾乎是沒有在生還的機會 那這些流傳狗 送到收容所之後 他們的壽命大概只有 3到7天 那這段期間 如果沒有人收養他的領養的話 他們就會被 統一灌到一個籠子裡面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被稱為夢幻河 Dreambox 那這個被稱為 夢幻河的地方呢 就是 即將要 除死 這些流傳狗狗的地方 那這些狗狗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送到這個籠子裡面 他們其實會非常的不安 然後會 不停的走來走去 不知道外面這些工作人員 要對他幹嘛 那這些狗狗被灌進 這些籠子裡面之後啊 工作人員呢 就會按下按鈕 然後會往裡面灌二氧化碳 它就是一個無色無味的氣體 然後狗狗就會開始 漸漸的覺得呼吸困難 不斷的抽絮掙扎 那幾分鐘之後呢 這些可憐的狗狗就會斷氣 那可能有幾隻生命力 比較強的狗狗就會 還在繼續掙扎 那這個過程呢 會持續大概15分鐘 那在確認狗狗全部都棄絕之後呢 他們會把這些狗狗的屍體呢 推到火化的地方 最後他們就是這樣 被火化掉 像我這種非常愛狗狗的人啊 其實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很難過 其實我剛剛已經 難過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才來拍這個影片 就想拍這個影片 分享給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 在日本會沒有流浪狗這件事情 就是有寵物回收車 還有一些就是 這些流浪狗 他們會被送到收容所 然後被毒死這樣 就是在日本 他們其實抓流浪狗 也抓得很輕 所以基本上你很難看到流浪狗 那這部影片的總結呢 就是呼籲大家 不要棄養動物 不要棄養這些 一生只有 大概十幾年的狗狗和貓咪 因為你就是牠們的一切 牠的一生可能只是你的十幾年 但是對牠們來說是一切 你可能只是一時不要牠們 牠們就會被送到寵物回收車 或是收容所 然後就這樣被毒死 一點生還的機會都沒有 牠們只是想要有一個 愛牠們的主人而已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啦 今天就想來和大家說一下 好啦那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喜歡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有空的話也可以記得我IG按個讚喔 好啦那我記得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拜拜